白滴花短板襯衫 對不起對不起 白滴花短板襯衫 那它是做比較短板的長度 等一下長度再拉給大家看 那它的設計就是大概是六分袖長 六分袖長 然後大概袖長會是這樣 會有點膨膨的 對 它的肩膀這個地方有做寬壓折 有做壓折 然後袖口的地方也有做這樣子 縮口袖的設計 所以整個穿起來是肩膀是比較挺度 有挺度的 然後袖子會有點膨膨的感覺 那它的整個布料都是有鏤空的效果 所以你裡面要穿brot top 或是另外自己加背心 因為它會有透膚感 因為它的這個洞洞的地方都是 樓花的洞洞 布蕾絲的地方都會有點透膚 那近看給大家看一下這個蕾絲 是不是會噗 這樣這樣這樣 好 就是這樣 它有這樣小花 然後也有做這樣編織的 編織感的這樣布蕾絲 然後是軟料的布蕾絲 所以穿起來不會刺 整件都是對 然後它的胸口是有做兩個口袋 是真的 但應該沒人要放東西 應該是不會 會被透出來 又又卡的形狀啊 什麼 而且很腫欸 我覺得它穿起來這件意外 因為小編其實算是比較平肩 然後肩寬是40公分 對 算是比較寬肩 但它穿起來這件身形很挺 可是不會顯肩寬 還不錯看欸 你穿這件好看 這樣好看 而且因為你身形比較單薄 穿上去整個人 有點膨膨的感覺 比較有份量 穿起來是好看 然後褲子呢 褲子很美欸 褲子是 AQUALAN 是那樣子念 我想說到底是什麼 我在Key的時候 AQUALAN AQUALAN 雙壓折西裝寬褲 就其實 上一次 上上一次 有那個灰色的西裝寬褲 對 我現在就是非常喜歡西裝大寬褲的感覺 它就是 上上次的那件是再更寬一點 褲管是更散一點 然後這件是 直一點點 直一點點 沒那麼寬 但是還是以西裝褲的版型來說 這件算是比較寬的褲管 然後它的腰間有做兩個壓折 對 腰間有兩個壓折 然後它的褲頭 是有做兩個扣子的設計 就是這邊有一個扣子 對 然後這邊中間還有 翻開來還有再一顆扣子 所以就 比較不怕爆扣 因為有兩層 對有兩層 然後是做這樣子 比較寬鬆的設計 小編 腰圍24 穿起來是腰會有點偏鬆 如果你沒有紮衣服 對 如果沒有紮衣服的話 會有點偏鬆 所以如果你是腰圍 對 比較偏XS 或是S號中間 就是平常 牛仔褲可能 介於2526中間的 女生這件褲子的腰圍 可能會有 S號會有一點點鬆 如果你不紮衣服的話 所以大家要參考 一下官網的平量尺寸 那我腰圍26穿S號就是剛剛好 合身 就是不緊也不鬆 這樣子 是剛剛好的 那超過26可能會有一點 穿S號可能會有點緊 如果腰圍27的話 就比較推薦 很好的 對 然後 長度 小編這件長度蠻長的 我160會脫地 我剛好蓋腳 對 所以這件高個子的身型 可以考慮一下這件褲長 穿起來腿很長 對 很直 好 然後正面 側邊 側邊 你看它側面的線條也很順 然後背面 就是一件很漂亮的寬褲 而且蠻很美 對 它的藍色非常漂亮 好 那上衣拉一下長度給大家看 它的長 就是褲 上衣的長度真的是偏短短 對 所以如果你是搭 中高腰的 合身的牛仔褲的話也可以 會蓋肚臍 對 肚臍在哪 肚臍在這 它長度剛好就是蓋肚臍 對 那長度是比較偏重 短板的長度 可以拿高膠褲或西裝褲砸進去 好 好 下